大家好,今天我分享一下怎么烤羊肉 这个羊肉呢,我试用盐,还有白胡椒粉,黑胡椒粉腌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们想喜欢其他味道的话,可以用其他的调料去腌制 腌制一个晚上之后了,比较入味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肉放到小烤箱里面 我选择上面一层,因为它肉比较大 然后就开这个烤箱,把这个插头插了 然后它就会显示你上一次使用过的那个温度 好,现在这一个呢,就是用来烤面包的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普通烤箱的功能 你可以烤面包啊,烤其他东西 然后再转,这就是杯Steam,就是烤跟蒸的功能是一起的 然后先把肉蒸熟了,然后再去烤 然后还有这一个呢,是broil 这一个呢,就是说你要烤那个羊排啊,烤牛肉啊 最后的那一步我才会用到这个 因为相当于上色,把表面的那一层呢,就弄得脆一点 然后呢,这一个就是Steam 还有这个就是烤表面跑得比较脆一点 然后呢,这个再加一个Steam的功能就是先蒸 然后再把它的颜色呢,烤到更黄色一点 然后呢,最后这个就是普通的蒸 你可以蒸那些小笼包啊之类的,花卷啊 还有这个Super Steam也可以,这个可以相对于快一点 还有这个bread,就可以烤一些小小餐包之类的 还有这个是一个可以保温,可以热一热你想热的东西 好,现在今天呢,因为我们烤的是这个羊排 所以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Steam and broil 500度 然后呢,烤15分钟 好,然后就按Star就好了 然后我们等15分钟之后呢 再翻一翻另外一边 再烤一烤 15分钟 那基本上这个羊肉就烤好了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现在呢,我们把那个肉翻过来了 翻过来之后呢 再弄个15分钟 也是Steam and broil 然后按开始 因为之前也设置过15分钟 所以呢,它15分钟的时间还是原来那一个 然后再烤15分钟 烤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效果吧 现在呢,还有一分钟就烤了15分钟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肉怎么样 现在里面的肉啊 你看,有一点金黄金黄的了 然后挺漂亮的跳起来 好,可以了 它滴滴响,就是说已经烤好15分钟了 现在我们翻一翻这些肉哦 哇,你看那边呢 腌呢 好,现在我们翻一翻它 翻一翻在这一边 如果说你喜欢嫩一点呢 还有不是那么熟的话 你可以烤的时间短一点 你看,这边没有准备熟了 我们再弄一下那个材料 然后现在呢 现在还有一分钟了 这个羊肉很快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肉 好,可以了 已经好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看一下里面的肉怎么样啊 你看,已经好了 青黄青黄了 好,再翻一翻 最后呢就是 再用grill 然后 如果你觉得那个颜色不够好看 你就可以最后再用一个grill 调一调它 烤个两三分钟就好了 三分钟,两分钟嘛 可以了 然后再烤一调另外一面 那很快就是最后一步了 好了,现在烤好了 我们看一下成品如何 这就是烤好的羊肉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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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